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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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踢到这样来 虽然没碰 但是脱脚是一个事情 一样说 你说要在这个脚上去想 那完了 那是没齐了 那这个不行 这个我从于是闪架了 这个齐啊 谭律他这样来的时候 就是我挡 如果你搬的话 他不能转 他连搬就只要有搬 或者搬沾 然后再往下搬 因为你监狱好 他也是当 所以你如果不走的话 他怎么走 他就搬你来收 你不能断 断着 你就这样 想搬 所以说呢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脱这一步棋 是个好手 这个呢 你做业余选手 他这样 你走到这一步棋 也是看书大谱学来的 这是理常好想的 还是你领会的一些 中间比较有道理的 精妙的手法 对对对对 对 打住 打入 打入了以后 没有立即还击 别讲 这个下巴 我看也不多这样 对 他这个跟这个也有点没事 一般应该是这样 对 但是他跳呢 他觉得什么呢 现在还是给你一个精英 就是走掉精英 但是呢 这里要有打肥有力 比这个呢 对这个纸的保护要更细腻一点 但是呢 对上面的有点有差 那这个时候打入了 这个应该是双方进行战斗了 因为呢 这个时候 如果是这样打比方 这样的有指 打比方说 这有指 那这个时候 我肯定要立 嗯 围住而空 嗯 就这样的指引 围住而空 嗯 你看这压完的时候 有白色就在跳 没什么很大意思 对啊 所以我在这种 这样的一种情况 白 黑起来 应该是 跳出来 对 跳出来 是 你看 果然 嗯 这样 这样 没有管它 速度 空头 嗯 这个也是 但这两步骑要是损的 对 嗯 你自己还没有去管它 对对对 没有去搭理它 空头也是一个 比较实际的下法 搭飞 嗯 这样 弧住 弧住相当大 嗯 点脚 点脚 好 哎 像这个点脚啊 呃 白起来应是有识认的 嗯 嗯 如果理应的不好 你就落后 如果理应的好呢 有可能这个起来 就是一分左右 嗯 实在 白起是 这个起我 我看了这个变化 我不是很赞同 对啊 你看 它实际上是这样想的 对吧 对 它实际上是走 以这个质量的结果 对 这位黑起啊 新手多久 而且就活得很轻松 对 像这样的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是 它是这样的起啊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问题 就是说 它是先下 就是很多起手来说的 它是先下后算 哦 它第一呢 它忘记一个发展 第二呢 呃 疏忽了一个双方的先后手的问题 你比方说 现在这样一走的话 那么说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 这个时候 白起是个后手 这第一 嗯 第二点呢 两次人爬过来之后啊 对 黑起 白起这边算很厚 说的这个先制 然后把黑起呢 如果觉得你这有发展 他就在猜 嗯 那么说 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肯定是这边大嘛 对啊 那么说 是外面可以跑的走转 外面大 对 嗯 如果 黑起走转 这个两种下巴 第一种下巴 就是彻底围空 第二种下巴呢 就是 呃 比较隐蔽的 就顶住 嗯 那彻底围空 就是搬住 然后 黑起走转 如果两种下巴 一种下巴 就直接压住 他就 然后就站住 这边 这是一个下巴 先投资 嗯 后收益 但是如果 黑起它不会让你走到 走到这个程度吧 但是我 我每一个变化 来摆弃这个 我来摆弃 我的一个思考啊 嗯 你别看我 我会再尝这个 嗯 这样一走 搬 走 走 这个 这个肯定是白起绝对好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以后这一搬 这还有很多借用 这两只已经伤了 对吧 好 那么说呢 这个时候 比如我藏了这样来 你现在往这爬一个 嗯 那这下巴是不能沉溺的 你只能单走这一个 啊 对吧 啊 单走的时候 对对对 不能 不能顶回去嘛 对对对 然后呢 这就行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呢 它没有回去 这两边的墓水会很小 然后你还可以攻击它 对对对 这一猜就很大 对吧 然后说 哎 你也有人就说 那这个气啊 黑气为什么要飞到这样子 黑气尖的站啊 嗯 那黑气尖的 你也可以一下 嗯 它尖这个 就是 不让你有进 如果你走着 它圆住 嗯 你圆到这样 它妈在那班站 嗯 就像你爬的时候 顶住了嘛 对对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太粗色了 反而气一样是可以走 它逼你这样起碎 哦 又不是有横圆吗 又 对对对对 要粘住 然后再拆嘛 对对 这是用沙发 还有就是 直接搬沾站 单独退回去 那么说呢 黑气尖的 如果现在来搬沾呢 那这个气就下法 就不脱 我们这一管啊 便宜太大 嗯 这薄嘛 这个时候可以正处攻 对对对 或者 点 点压 嗯 嗯 那如果这样走的话呢 这边的一种情况呢 就有可能被我控制 嗯 这边的情况 那么说 通过这个推幅来说的话呢 我刚才能把这些变化 就是说 如果我在对局中间 我就会心算 这变化 对 那么说呢 通过这个排除 没有哪一种变化 站在黑气的一方 那么说 这个下法 就用排除法的思考 把它排除掉 嗯 那么说 这个时候可能正常的是走路 或者脱脚 点脚 就脱了 对对对 用证 来说 这个其实无一手里 哦 换气 现在呢 白气这样下呢 肯定是不好 把换气� 好 哈哈哈 这是这个斑锯法 它斑了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 掉进来 这个原理早期了 这其实并不是很大 会太早了 这个时候应该考虑拐一个 拐一个打 拐一个 那你搬住之后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然后再逼住 这真的是一盘棋 那就是郭铁星姑 讲她这个时机的问题 早已晚的时机的问题 那就是现在她来清销 比如说以后她还是得清销吧 这以摇摇可能我不清销了 就说现在来说的话 这期黑期来说 她一手去补 她就这样补 很小 这样补 我还是有借用 她也多不了几模型 但是走得这样 我还能完全破掉你 但是我在这里 已经过早的主要估计 有负担了 这叫什么呢 就是说 这很容易被对方控制局面 那这个清销来说 就是纯粹作为清销来说 它的选点怎么样 纯粹 这个就有一个原则 就是看有没有下一手 如果我来下 有可能是走着 走着 只有斑 就下去 所以第二个就是这个 这个 虽然说 它能把这个旗的味道 想出来就很好说 但是这种旗还是比较顺 对 那像我们觉得 它这样子搬了 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 对 它实际上就是 你如果走这 它多两个底子 它总是没坏出 然后以后大家点或者跳 但是黑漆这一场 其实也没什么气 然后它挺出 这个 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说的 不毛之地 你已经走到这了 到这来说 就没有很难意义 拐住 这个有点 他一般是怎么想的 一般就是说 哎呀 我的感觉这里有味道 然后我一下子再说 你能不能吃掉我 那我不管 再说 再说 这个 这个刑期的 方式 我看有时候你下棋 可能也是先下了再说 是先下了再说 但是这样子 这样的刑期确实还是 还是不会去这么想 哦 还是不会去那么想 嗯 沾一下 嗯 这其实已经很危险了 所以说 要是简单的 我们一加的话 就 这会其可能要死 它走着 那么打气 增住 嗯 这个 这危险性 是极为大 但是呢 它唯一也有个断 嗯 这个棋 你要吃大 是需要点 小小的勇气 哦 这反应几个 未来太大的 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 你要是很聪明的 往这儿走的话 嗯 它一尝一跳 用杀气 嗯 你往这儿打的话呢 它就打一走 作严 它这个地方 它在这儿 断开了以后 嗯 黑棋可能应该会先 哦 对啊 嗯 就是你把对方逼棋呢 你还是要注意力 对对对 啊 是对 立下来 嗯 嗯 嗯 就立下来 嗯 就有个分层感 就是 似乎是这样 对 它把我们走这儿 红素 分层 红素 但是活起来呢 这些要从局部来说 好像是便宜了 但这个杖啊 不能这样算 所以很多人呢 他呢算这个账 就说 你本来就可以为二十米 当你看我的一四二十 破我的二十米 然后自己成了三四米 就二十三四米 他在没想过 只有一点一般 嗯 这就已经差别了七八米 然后呢 这个后卫 这个后卫 不能算 但是呢 毕竟 它是有价值的 然后呢 第三呢 一个保卫的先手 出于那黑棋舍里 对 对 对 这个还行 这个还行 这个要说 这就是一个斑章 哈哈哈哈 这就是一个斑章 因为太小 凭感觉的时候 这个棋就小 对吧 你没有斑章 或者要拆 这个章完之后呢 像这样的棋 如果白棋不走着 那我就实行 严厉的打击 就完之后呢 这很难说 这是个棋型 是马上有个掐 它用虎的杖 你挡住 对 它是往这点的话呢 好断 这一听 这有描断 它一张描在场面 嗯 但是 耳不小过呢 对对对 这个大小不轻呢 还是 还是可能呢 就是说 它 它居于局部 它很高兴 就是说 因为这个附带了 有这个顶 所以它很高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又觉得 它没有正确的用 计算目数的方式 去转换 对对对 这是最好的 这个问题 嗯 还是除自己一时的 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 因为你爬啊 爬啊 这个棋啊 斑脏完了它就有眼 以后不走它就是跳进去杀它 所以这个棋要走以后有管有断力 斑脏是帮人家做活 爬一个 这是一个预留手段 这个很正常的 这个手段在它尖的时候就有了 这是一个常形手法 在特殊的情况下它是有尖的 但是这个时候是常形 你不能斑 斑了它就断在那里 它这个时候断转它就 或者挤在这儿了 那很危险 所以挤到村的时候 挤在这儿 这个就很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跪不到 走到这里 黑气网站 在建筑或者建筑再来 你供不大的话就很危险 所以一般情人都是往这压的 这是一个普章 嗯 嗯 嗯 10秒 嗯 那是震度啊 点了 点了 现在这个行习是怎样的 看一山看一山 嗯 像这样的旗子走到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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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2 12 12 15 12 16 18 16 18 18 如果要说我这个点不动实际上是给大家一个比较严谨的一种数据 因为从我们的感觉来看这种棋都可以知道好和坏 因为前面他哪里下的不好 哪里赚了 哪里赔了 这很清楚 因为业余棋手的棋漏洞相对要大一些 他就出的问题相当大 但是我这样数控是一种职业习惯 就是说很多人就问我 又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比赛的时候一般数几次 就是说如果作为专业选手来说的话 你数几次 我也数几次 你数八次 我也差不多八次 布局中盘关子捞 其实形式判断是很重要 他就像指南针一样 那么说我们在这一块来说的话 无时无刻心里是要有谱的 对 就不是我现在的点目的是刚刚平感觉来看的一起 真正来说的话 他的目数厚薄 随时随地就像打仗一样 他的伤亡人数 他的兵力对比 随时都要在你心中 这样有一本仗 对 你就才能做到 所以说现在这个棋呢 应该是白棋啊 稍稍的好一点好 因为这个棋啊 有个最大的问题是 他搬到这上来之后啊 你这样有点管 就是决心这个 这个就很厚 然后呢 这个材料很小 我觉得现在最大就是走转 才会 这样黑棋要天空的话很困难 这一手除了什么大呢 所以这一部棋啊 我们的黑棋是先手 对对 我们的黑棋是先手 那么这部棋呢 它就是密收 而且黄金里成了六到七部棋 它这还有四部棋 而且这部棋啊 走过来很尴尬 你说拐嘛 它这以后它往上面飞 它是叫兵为兵攻嘛 那么说你这个很难受 现在呢 我们看看实战 这是我第一次 点这个 它扩张 这个时候是从下面呢 下点呢 这是一个大多数棋 是有最喜欢的小法 因为这个 就明显的 这是最初级学棋的时候 就是这两点 但是呢 你要算一本账 如果这个棋啊 如果你这样点 你如果攻不到了 那么说呢 你这个下法就是亏损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四木棋没了 为什么呢 然后呢 你又成了三到四木棋 就是八木棋 但是呢 我这一走 通过你这一点 我都很厚 然后第二呢 这是我的大飞 你这本身就是小达六 你所获得的真正的实力 可能就是两木 就多有两木棋嘛 然后我这很厚嘛 我比原来更厚 那么说呢 这样一个算下来 算下来那个成本 或者这个来运算到 百棋亏了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这样的棋 你有两个紙 然后你来点 这就是 这就是你用来喝 这就是不离便宜的 对 怎么样 拖一个 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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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对吧 那你就拖住 找到这个局面的话呢 这个棋啊 就告一段落 后来这个棋谁赢呢 这个棋后来 浦上没有说 后来是中盘 中盘上了 后来是中盘上 黑中盘上 黑中盘上 那可能就是这个棋 要白棋这个棋 掏脚 可能是 这段还是亏了 还有就是这个点压 不一定便宜 对 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然后呢 我们 我们就说 还是希望大家 更多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留意一下 就说 谢谢大家